《宫心记二》王珍注定会被李隆基厌弃,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。 由胡定心、刘新悠、马俊伟、马国明出演的《宫心记二》,《深宫记》正在热播中。 剧中,胡定心饰演王珍,她是李隆基的杰发妻子。 在剧中,我们在王珍和任三树的对话中得知,王珍是迫不得已嫁给李隆基的,真相是这样吗? 本来,王珍与任三树感情甚毒,两人大有共结连理之意。 可是后来,王珍对任三树说,家里父母给自己安排了一桩心石,她不得不听从父母的安排,言语之间颇有无奈。 然而,事实上,这桩心石是王珍用计策自己抢夺过来的,她这样对任三树说,只不过是为了让任三树继续为她所用。 王珍为了嫁给李隆基,不惜把亲妹妹毁容,并逼得亲妹妹自杀。 王珍嫁给李隆基后,和她也过了好长时间的幸福生活。 但是,这个时候的王珍却依旧用情感捆绑任三树。 她用己策利用同时利用两个男人,在李隆基不在的时候,还会时不时地和任三树搞点暧昧,她的心迹非常深沉。 后来,因为她成为了太平公主的眼中钉,和太平公主多次进行明争暗斗,这种情况下,她就有些招架不住了。 内心的秘密加上不断使用心计,使得她噩梦连连。 在梦中,她总是能够梦到当初同父异母的妹妹前来和她所命,她经常为此抑郁。 为了避免过往的事情被人发现,她谎称思念双亲,想要回家乡看看。 在回家乡的途中,她在梦中呼喊李隆基的小明。 这也说明,她已经真正爱上了李隆基,但是,在这种情况下,任三树依旧对她不离不弃。 只终究包不住火,现在的王真如吕薄冰,很快,她更要面临和多个女人分享一个丈夫,届时,王真的秘密定会被揭开,她也终将失去费力得来的一切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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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